3月30号星期一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上午的大盘 今天上午指数早盘外星低开 这主要是受到外围普遍下跌的影响 低开之后我们看到指数维持在低开位置正到运行 但是我们看到题材股 特别是黄线为代表的算术平均吧 个股今天出现了比较大的下跌 而且这种是低开之后盘中运行的下跌 说明卖压非常大 这种下跌的主要是由科技股下跌影响 因为我们知道大部分小盘股受科技股影响比较大 而科技股影响创业版 创业版同时又影响小盘股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权重表现稍微好一点 因为权重有护盘的作用 但是我们看到题材股 包括大部分个股的话表现是比较弱的 特别是前期下跌比较多的什么半导体 芯片今天依然出现了比较大的下跌 跌幅也非常大 那么指数在这个位置遇到这种情况 已经经历了充分的下跌 那么我们看下午 下午在一点半之后 能不能出现超跌之后再往上走一走 因为指数现在已经跌破了2740点的支撑 早上直接开在2740点 开在2740点就直接下来了 而且大部分个股都下跌 所以预计这一次空投在这个位置还需要释放一次 然后指数才能走稳 另外目前整个外围整个还没有转 特别是疫情控制也没有转 所以外围的指数也是反反复复 主力在这里做多的一员并不强 如果说主力在这个位置做多 外围又出现下跌的话 又是一个跳空高开 那么主力最近也非常难做 这是一个基本情况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30分钟级别的走势吧 30分钟级别走势看的不是很明显 这种其实就是一个跳空高开加跳空低开 这边跳空高开了 然后这边跳空低开直接把它开回去了 又回到了这2700点上方这个位置 然后在这个60周期线纠葛 所以今天必须把这个2740点的拿回来 要不然压力就非常大了 刨压就非常大了 我们看一下15分钟 15分钟在这个位置 我们看早盘开在这个位置并且下来了 所以下午的走势就至关重要了 这个一个缺口 两个缺口形成这种跳空 一会跳空高开 一会跳空低开 上方就形成了一个平台 这上方这个平台呢 就形成了套牢盘了 也就是说这个区域都是套牢盘 然后这边都是套牢盘 再上涨的话 就需要更大的成交量 也就是说更难了 当然了 如果外围持续反弹的话 那么又是一个跳空高开上去 总的来说就是这样反反复复 投资难度是比较大的 主力其实这个位置 投资的话难度也比较大 因为主力现在对于外围市场的走势 把握的也不是非常准确 我们再来看一下板块方面的情况 板块方面 今天涨幅居前的主要有种业 人造肉 生态 农业 包括都是这些农业相关的 包括扫甘林等等 农药 化肥 今天表现都不错 今天表现都不错 这些呢 其实也是防御性板块 一般情况大盘下跌的时候 包括口罩概念都会反反复复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 整个就是小部分的防御板块表现还不错 但是大部分科技股像原成办公啊 前面的一些包括光刻机啊等等 软件等等 你记得都出现了越大的下跌 这些板块呢 是前期的大白马 长了很长时间 也长了很多 也是引领创业板这波牛市的中间力量 所以这些板块如果不能尾压来 那么指数啊 则非常难 那相反的 如果这些板块 现在已经下跌了非常多了 对不对 五点几 如果能够反弹 哪怕反弹一个点或者两个点 那么指数也会反弹的比较多 所以在指数下跌当中 我们要看最弱的板块 最弱的板块都不跌了 那么指数就只跌了 上涨当中同样如此 上涨当中我们看最强的板块 最强的板块都不涨了 那么它离跌也就不远了 基本上就是按照这种思维逻辑啊 研究大盘 以上呢 就是今天上午的大盘 我是盘存男